吐槽是門藝術 坦然面對財事風度 歡迎大家今天收看我們的脫口秀 我們今天的主角 就是盛紀醫院的董事長 杜承恩 杜先生 大家都知道 彈小禮的故事 那是說一個男人 寇除了公名 公名之後 放在那裡 去帶公主做婦媒體 我們在廚師 陳恩的事情 平常跟姐姐說 你們的陳恩 彈小禮 不容身 我聽不懂得說沒有… 不是這樣 人家的燈小禮不一樣 那是扣除了公名之後 那是皇帝秤聰明的 我承認不一樣 那個好花頭樓放在那裡 才會帶公主來 孝須要做皇帝 我跟你說 這製作單位就沒有帶那些雅婷來 都讓你討好 這個網路脫口秀 是說我們特別安排的 聽說有很多人在討論 所以你一定要報救 讓我順帶你自己到我們的背 這也是你的心情 好 走 走 走 張佳麟 怎麼是你 我除了李本儀這次公司 我也會幾乎再一些工作來做 剛才我剛才是恩怨 有很多主持分類的經驗 剛才這製作單位說 不是什麼困難的事情 我們這個脫口秀的賣點就是吐槽 就人要認識你的人吐槽才最有效果 我們這個節目最需要有這種 豐富貴氣的靈性 等我回去 我一定要跟我講解討論 怎麼樣 準備摸影 五秒四 三 二 吐槽世門藝術 坦然面對才是風度 歡迎大家今天收看我們的脫口秀 我們今天的主持人 就是聖記醫院的董事長 杜承恩 杜先生 今天的吐槽團的來賓有 他的太太柯曉萍 他的生意阿柯小萱 還有他的爸爸杜秉町 還有他的伯爺同事 方士捷 方醫師 來 杜太太 請你跟大家說 在你剛來的杜承恩 他是什麼樣的人 我們大姐很快要我們幾乎 這個太多年了 我來說就好了 最近在他以後發現一件很大的事 就是我們的爸爸 柯曉宗柯堂所長 因為心臟病的問題倒下去了 這件事我們今天很辛苦也很煩惱 尤其是我們大姐 他每天都在家裡都油頭的臉 有一天我真的看不下去了 我就跟他說 大姐 都在家裡 你就不要去想爸爸的事 跟我說我們大姐 沒想到跟我說 他是我們的爸爸 我怎麼可能沒想到他 我就跟他說 杜承恩是你的公子 你是杜承恩的太太 想說杜承恩想的都不是你 是我們瓜哥的錢 這點你怎麼想不通 杜先生 原來你這麼要錢喔 還是說我們大姐聽到他當然很想起 因為他認為杜承恩真的很愛他 這個世界上沒有人參與杜承恩一樣 我沒想到拍拍我們節目的關係 我就不再繼續說了 小萱 你這樣這麼有意思 還有大姐 節目效果啊 突然就本來就這樣啊 Just Talk 大家都知道 杜承恩的故事啦 那是你說一個男人 口出道公名之後 放在那裡的外國 去帶公主做婦媒 我們在杜承恩的事情 聽到自己人跟我說 你們杜承恩 杜承恩 不容姓啦 我聽不懂得說沒有... 不是這樣 人家在杜承恩不一樣 他在口出道公名之後 那是皇帝穿丁的 讓他去帶公主 我那杜承恩不一樣 那好花頭樓放的沒有你做 只會帶公主 小萱在做皇帝 我就跟他我出品說 不是 你如果這樣說得到 你無聊杜承恩 爸 我國事說得不對喔 還是你有什麼報送 我如果沒有你點點啦 你像人節目比較有公主 我跟你說 這製作單位 就沒有帶那個女婷來 讓你託家宰的你 等一下 好的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 很感謝杜承先生 還有杜太太 來參加我們的脫口秀 謝謝 בenn 繼續 這製作單位